韓國江南夜店毒品案持續發酵 繼電影上流寄生族演員李善君 日前爆出卷入毒品案之後 今日有韓媒爆出 前天團BIGBANG隊長G-Dragon 亦因涉毒遭警方立案調查 所屬經紀公司YG娛樂回應傳媒查詢時 更加表示GD已經不是他們旗下藝人拒絕回應 翻查資料GD在2011年都有在日本吸食大麻的前科 不過韓國檢控當局認為 當時仍然是大學生的GD算是初犯 吸食量少 接納他公清 因為酒醉分不到一般香煙和大麻煙的分別 最終未有起訴 據報今次仁川警察廳 對GD進行不拘留納案處理 並以案件調查中為由 未有透露具體細節 不過警方早前已經宣布 將會針對演藝圈進行全面毒品調查 外界猜測將會有更多人善案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